廢話的東西主要還是用腦還不是用手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認識這個問題 只是講到最後還是什麼叫做藝術本質 藝術是什麼 廢話是什麼 那你不同理解你就會出現不同的畫法 或者不同的追求 那廢話這種東西最主要是你覺得好玩 那玩起來就有意思 但是你如果覺得好玩就像一種遊戲 那你要把它畫得更好自己有追求 要怎樣超越自己 不然玩起來也沒什麼意思吧 目標就是說像石碼槍說的 誰不能自然像碗子 雖然藝術要要求很高 是吧 但是做不到 但是自己也要做 藝術高的特點在哪裡 他要求什麼 他要求藝術家能做到乘上起下 這才是一個大師的風範 什麼是中國傳統的東西 他強調的就是中國文能古代那種境界 格調境界就是文能本身自己覺得好 就是一種個人的一種修研 現在我們反而是講觀念 觀念其實也是這樣 觀念也是閃爍你的智慧 你要以眾不同 以眾不同你就是要有一種智慧 做自己喜歡的事 如果把它做到自己滿意 這個是非常好的 還是非常難 畫為什麼來畫呢 為好賣來畫 或者為自己好玩來畫 或者為畫畫來畫 或者為藝術 藝術要做一個突破 對要挑戰一種 藝術史上面的價值 都是各種各樣 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 他做法就不一樣 畫出來的東西也會不一樣 要什麼畫什麼 要來表現什麼社會 社會功能呢 其實真的非常弱 比如說你去表現整個社會的現現 其實一張即時攝影已經好過 這對社會的影響已經好過 廢話很多 你畫一個什麼大場面 你都還不如一張即時攝影 廢話畫到什麼樣 關鍵是一個人的思維 你認爲什麼是廢話 什麼是好畫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每個人認識普通 以前當然年輕不是油畫 包括畫面比較潛力 看得舒服 各畫面這種東西 我以前全部表現現像社會那種 對於一種感覺 那現在反而修了一點就是 玩自己好玩的 水墨如果完全像傳統那樣畫 那你也覺得很沒意思 那現在的水墨 就是我們完全到了現在 受到現代揮發影響 還是西方的影響 我們剪掉整體 一個畫面整體感覺 整體氣氛讓你感覺 我們是把傳統的東西 這筆末 古斯隆壇 做一個畫面一個構成 是畫面一個整體感 更前這個就是一些 把一些現代意識 傳入在傳統裡面 如果我畫一棵樹 就一棵樹 大家看完了就是一棵樹 是吧 那如果模模糊糊 或者像白的西 有時你會感覺雲啊水 那這裡面就給人家多一點 想像的空間 所以這是帶有抽象意識的三種畫 還不是抽象繪畫 中國水墨畫家 他是表現自己心靈 自己的一個境界 他是不寫生的 他是照鏡 那環境是照出來的 他是為了表現自己一個 一個生活 一個境界 或者一個空靈 或者一個什麼 什麼美學觀念 空靈蕩眼 這是文人本身追求的味道 然後文人本身認為這種畫 是非常乾淨的場所 他要跟生活分開來 不能帶太多世俗畫 就完全是一種緊接的追求 這是傳統文化 然後這個意思 修心眼神也就是在這一點 裡面這種感覺就是讓我們傳統 讓我們繼承的部分 藝術史啊 藝術概念啊 藝術什麼呢 是吧 然後哲學這裡面 或者文學 它裡面給你一個 一個裝和的啟示 使你一個警戒去提高 你能判斷 什麼叫做好 什麼叫做壞 要認識什麼好 你才能畫得好 一個人的思維 畫畫節 不會超過他的思維的